Namodas Bhagavadu Arhatu Sama Sambundas 理尽他世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让我们来继续讨论法的领导学 上回我们说过 在建立共识的时候 有两种步骤 对我们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 一种就是头脑风暴 就是大家能够尽情的发言 尽情的提主义 甚至什么狂想都可以在这个阶段提出来 第二个阶段就是提主主义者 要祈求别人反对自己的想法 有什么反对的想法 都要尽情的提出来 提着越彻底也好 让它成为一种文化 成为一种常态 成为一种勇气的表现 那越是被检验的想法 越成熟越可靠 所以大家成为一种常态 就是没有一个人的想法不被批评 每一个人想法都得到充分的批评过后 你要而且要很恭敬的去鼓励别人批评 不要在别人批评的阶段就反驳 这时能够把所有的批评的想法全都摆在桌面上了 全都被记录了 都被检验了 这时可以走进一种第三种层次 就是我们叫做无立场辩论 无立场辩论 那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吧 就是如果说是一个家庭会议的话 家庭会议 那比如说讨论的课题是孩子的升学 那如果是孩子的升学 那到底它有些什么可能 有些什么选项 那可以在头脑风暴的阶段去谈了 他要去读一课啦 一个怎么样啦 法律啦 什么 可以全部都拿来谈 然后个人的想法啦 景象啦 喜欢啦 等等 都可以拿来谈 然后提出来的人呢 过后 假使说在一个家庭里 他可以说 急救反见 有什么不好 每一个选项 每一个选择 有什么好 有什么不好 然后呢 第三个阶段可能就是 一旦所有的正反面的想法都提出来了 那其实还有一个检验方式 就是想辩论吧 你可以说是辩论或者是讨论 都可以 那讨论也好 辩论也好 那就是一种 不要有一个固定的立场 如果任何人在还没有把一个课题 一个选项充分研究以前 就拿立场 其实对决策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成熟的决策一定是要 充分的研究 检验了各种选项过后呢 各种选择ABCDE 好多个选择过后 每一个选项充分检验了过后 充分了解了过后呢 你再去做选择才对啊 才去拿立场啊 如果一开始对资讯的掌握 正反面的掌握 各种可能性 各种变化的掌握 都没有掌握好 就拿了立场 那这个这样的拿立场和决策 是非常不成熟的 所以通过这种像辩论的方式呢 大家讨论啊 每一个想法讨论啊 没有立场 没有立场呢 也就是说 如果在这个过程 就是可以兑换角色 比如说 我们可以有一种方式 患者来 如果你是我 你会怎么办 比如说做孩子的 如果可以说 父母说 我要你读医科 这是比较好的 赚钱啊 什么这样子的 那孩子呢 他可能说 我想要一起做教育事业 做老师 做教授 等等 那么呢 父母可能会讲 这个很好 很赚钱 讲了过后呢 他们可以兑换立场 对啊 如果你是我 你会怎么样 如果你是我 加上说你不开心 你就是做 很赚钱 但是呢 做了几年后 你不开心 你不开心的事 你会怎么样 然后呢 就转换立场来辩论 讨论 换个你是我 我会怎么样 那么呢 每一个人 就对一个事情的考量 都有他的正反面了 他就可以站在不同的立场 想东西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那个课题会得到充分的研究 充分的研究 所以这时呢 我们对于头脑风暴的那些 所有的想法和气球反正理 所有的反对想法 反对角度 另一种角度 看东西的方式 都彻底了解了 然后呢 再加上 大家都好好的辩论了 那时呢 选项的利益币 所有每一个选项 它的利益 它的代价 它的好处 它的坏处 正面跟反面负面 都变得非常清楚 甚至它的变化的可能性 也大家都变得很清楚 通过头脑风暴 通过气球反见 通过无立场辩论 变得很清楚过后呢 就谈得上 如何去决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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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